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点云配准中对3D关键点的选取和采用不同的描述方法 对配准结果的影响 这篇文章呢我个人觉得它的质量不是很高的 因为它其实也没有接触到什么创造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篇那个 今天我们可能主要是以科普的性质来讲这个topic 好,我们回到点云配准呢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这里是那个reference 我们回头我要主要介绍一下这个描述方法 这是如数在2008年提出来的这个PFH这个方法 点云配准呢 那么它这篇文章里面是把它粗略的分成了三步 第一步是点云关键点的选取 关键点的选取呢,像我们在二维的那个图形里面关键点选取的方法 那个讨论一下 然后第二步是对特征点的描述 第一步,然后再回到第一步 第一步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 因为这个点是很多的 它要把这个点把它那个变少一点 这样子计算起来就方便一些 那么第二步呢是关键点的描述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就是点云配准 主要方法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ICP的方法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点云选取吧 就是关键点选取 这个NARF和3D SAFET的结果 那么它是NARF的点就会比较更加少一些 它们两个的特点都是这些点 主要会选在那个边啊脚啊这些地方 也比较突出的那个跳出背景的一些地方 那么回到PFH这个点云描述这个方面呢 我们首先要说一下这个活动标价 活动这是一个现代微分几何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如果不管我从什么方向去看 你这个表面的上面的 这个表面上的点 它要有一个旋转不变性 我从什么方向看呢 它都是有一个 可以在一个local坐标系下面表示的 XYZ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把它放在一个local的 做那个直角坐标里面来表示的方法 那么这个PFH这个叫Poient Feature Histogram 是点云直方图 它是如数在2008年提出来的 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是从一个P点开始 这个表面上的一个点一个P点 把对它怎么样子进行描述呢 把这个P周围的一个 把这个P用一个球体给包围起来 比P为中心的这个球体确定一个R 这篇文章 它是选择从R 这个是可以自己选的 这是一个参数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显得是1到4个厘米 然后这个P周围的所有点呢 都是给它们两两配对 像这里面PS和PT这两个点 这个P是Sauce点 它这个T是Taget点 那么是怎么样确定它们两个 哪个算是Sauce点的 是根据它们表面的法向量 这个表面法向量 我们可以用那个 组成对分析的方法来求的 这是个已经发展得很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表面法向量和PTPS连线的 那个夹角小的那个点 就是PS点 然后在PS点上建立起这个叫做达布标价的 这个直角坐标 这个N就是这个法向量 V是大家如果熟悉这个V分析核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V就是PTPS和这个法向量之间 和法向量形成的平面的垂线 垂直于这个平面的那条线 然后这个V分析核的那条线 然后这个V分析核是和优微垂直的一个实量 这样就是在对在这个PS点的这个那个达布标价就建立起来 然后它又用四个特征值来表示 来求算这四个那个 求这个F1到F4这四个量 这四个量里面前三个呢 前三个 前三个都是与死量的夹角有关系 就是在target点上的那个法向量和 和我们这个UVW和原来和这个标价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说它是描述这个target点和这个P和S点的这个使量的关系 这个达布标价的关系 然后用那个然后第四个量呢 是PT和PH的之间的距离 把这个PFH的方法呢 就是要把这个四个把这四个值分成B个等分 我们可以用两个等分来说一下 比方说就是F1可分成两等分 就是零大于零小零 这样子 分成四个等分 然后那个四个等分来组合 那么我们还是用那个分成两等分的来说 它是四个等分 它是四个等分 是四个像四个亮度一起的组合 所以它就会生成 如果是两等分的话 那就生成了16个条柱 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队都会落在其中的一个条柱里 但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它会需要那个B的四次方这样的一个计算量 后来呢 后来它又把这个 还是如数提出的 又把它简化了一下 就前面的那个F1 F2 F3 这三个量保留 把它们之间的距离那个量给它去掉 然后 这三个量之间的相关性 就不要考虑了 那么就很简单吧 每一个点队实际上 就是落在 一二三 三个 三个条柱里 这样然后再把它 再把它所有的点队都放进去之后 再Normalize 后来它在 后来在2013年呢 又提出一个 又把那个Color考虑进去 这些所有的方法 包括前面那个3D Shift和Nav 都是可以在这个Point Cloud Library里面找到的 那么点云的配准呢 大家可能都也都很熟悉 就是那个 它用的方法 就是ICP的方法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把Sauce 把它放到Taget图里面去 我们叫Sauce图是P Taget图叫Q的话 P里面 这里好像有错 没事 这个换动片有点问题 P里面的点 把它的每一个Pi点呢 给它在Q里面找到它 又可以找K 给它找个K最为近似的点 根据它们的Histogram 职方图 然后 然后把P里面也是 然后根据点对 它还是根据点对之间距离来进行这个配准 就是Pi和Pj 分别能找到它对应的Qi和Qj 但是这个Qi和Qj呢 都是因为是有很多Pi对应的点 有很多个 Pj对应的点 有很多个 只有把它 把它全部的组合都考虑进去 就生成了这个ER这个数据集 要点击 然后再进入第二个点对 这其中呢 要把一些冲突的点 比方说 我们后面得到的两个Q点对呢 和前面已经有了的Q点对呢 把它就要把它去掉 这里 每一步在生成一二的时候 要把它就按照那个 要把它按照这个Distance metric 要把它按照这个Distance metric 给它 按从小到大的数据 给它排列起来 新进入的点对呢 也是这样 要从小到大的排列 它每一次可能 每一次都需要 那个进行组合一下 一直到所有的 所有的Pi点 所有Source点对 Source里面的点对 都结束 都找到匹配的点位置 那么其实这个组合是比较大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这样子你找到 那个最优的能满足 把那个残差是最小的 那个匹配给它 就是我们的 出匹配的结果 然后 出匹配的结果 第一步是出匹配 第二步呢 就是用ICP来进行 那个求得它的旋转 求得这个R和 求得它的旋转变量和 就是Transformation变量 这两个量呢 通过求它的残差 那个 叫最小化这个残差 来求得这个R和T 如素提出的 那么他说 这个可以 可以把它 李博你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 可以吗 我想问的就是 你ICP这步变换钱的话 它是 每个点去 每个Pi点 去对应某个Q节点 是吧 就是说是 一对一的 就没有在 存在一 对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对一的 是这样子 那么每一个Pi点 都有K个 对应的Q点 Qi点 对吧 然后就是 那么每个 形成这个E2的时候 就是一个点队 PiPJ这个点队 所以他们对应了 这个Q的点队 可惜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嗯 多少个组合 对同K个 然后把他们排列起来 排列起来之后 那就说你最后如果要到E2的2K那集的话 它这个是对应量是很大的了 就是一个Pi点是要对应很多个QQi点 嗯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 我我我其实后面我看到那个 和这个K有关系 所以最后 如素领那篇文章里面说啊 他说这个 嗯 总共的点是 大概是2的Kmax 啊 就是 就是前面那个K字啊 但是2的Kmax是 是三个点 嗯 所以是很大的 我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是因为那个 它其实就是每一个点进去之后 这个DRMS 这个它都可以去排做一个这个排列 嗯 那么 因为 嗯 我们这篇文章里面呢 它这个Source的那个图和那个Tuget图的话 它的点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 它是最后这个点证是 嗯 就这个E2K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点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那个Source Cuget这个关系 可能或者是哪一个点对先进去有关的 我觉得 嗯 然后另外我还想问一个是 就是你在前面这页最后 你用的实际上是右边那个公式 它实际上是优化点到面的距离 是吧 对的 对的 因为左边那个公式是点到点吗 右边是点到面的距离 是吧 它所有的优化对象是算点到面的距离 嗯嗯 对的 对的 我还没讲 我还没讲到 他没讲到 好好好 谢谢 嗯 嗯 嗯 那么就是点到面的距离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嗯 就是 就是这篇文章 用采用的那个数据 嗯 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table 这个还用了一个 他用了一个station和一个那个佛像 嗯 它是怎么做的呢 他用这个前两个是像那个 微软的那个刷目摄像头来拍摄的 嗯 后面一个是用的是 是激光雷达 然后 嗯 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就是在不同 通过不同角度 或者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来拍摄这几个 嗯 这这几个图片 但是他最后 那个 嗯 嗯 总的点数 嗯 他这篇文章里面的这总的点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嗯 左边的这个文字呢 是说他他用了这个descriptor 不是不是不是descriptor 嗯 是他选取的关键点 通过第一步3D shift的那个过滤方法呢 选取到的关键点呢 大概是一万多个 对对A来说 对A来说 那么他最后比较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最有意义的一幅表格就是这个表了 嗯 啊对 这还漏了一个 嗯 AB这里面有个10PC 15PC 就是它是分别是扫描了10次 这个后面就是扫描了15次 嗯 嗯 他是比较 通过比较呢 他发现这个FPFA是这个方法 嗯 他的准确率还是要比其他的方法要比其他的descriptor要高 嗯 那么那个关键点的选取呢 嗯 其实通常是损害了这个配准的结果 oh sorry 我好像忘记了 嗯 他这一组 他是配准结果呢 他叫一个subjective results 就是主观的判断 他是认为没有 他没有那个可以看得见的错误的就是配准准确 那么准 准确配比就是 嗯 就是说 因为是一共是10到15个 呃图片嘛 那么他这种两两进行配比就能够准确配对的 百分比数他就记录在这个results里面 这个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是平均的是那个配进行配比需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是平均的是那个配进行配比需要的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naf 那他前面那个3d shift用了 嗯 他他他他叫downsampling他用了他他是一共是1万多个点 实际上这个a的点呢是扫描得到的点大概是30万的30万个左右 嗯 嗯 那么我不知道他他这里也没有讲是这个none这个情况 那么就是究竟是有没有downscaling这个步骤 我觉得也许是有的他没有说但是 那么关键点选取呢总是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键点选取通常总是能够把这个 配准的结果给他降低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他的他的主要的结论也是这样子就是 关键点选取呢是 会影响我那个配准的结果 然后我看到后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嗯 嗯 嗯 进行 关键点描述的方法 比方说这个nbt方法 还有后来发现后来用来做那个西株脸群匹配的 嗯 嗯 nbld descriptor 他这个也很有趣 他是把这个点放在一个圆柱体里面 圆柱体给他这个8个等分 这已经8个等分 那也是8个 哦 那个8乘 现在8乘2 28 16个等分 不是 8 乘4 嗯 嗯 然后再生成histogram 但这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是嗯 没有考虑那个平面的 他必须是这个点对必须是这个观察的 嗯 观察的方位 嗯 他是这方向上就是不去考虑了 他这样才能才有可能嗯 他只要考虑旋转就行了 这样子就是这个气 比方说汽车的话 那么他们在那个平面下行驶 嗯 就没有没有这个那个上下的这个旋转角的 嗯 像他是有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但是他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配置呢 呃 计算的时间 但他也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用来做那个稀疏配置呢 那个 把那个相机拍的照片呢 然后给他配到电影配到电影 配到电影那个LIDAR的数据里面去 还有这个 嗯 ndt 方法用 主要是用来这个loop closure 这种 嗯 我讲的清楚吧 好 就没有了 嗯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了 从刚刚那个结果上看 是不是他好像是在做一些负优化吧 嗯 你不管是用哪 哪 哪哪种提取方案来看 你你用了这个提取方案之后 使他的配 配准度变低了 然后在运向速度上 也差差差差差不太多 那不是变成负负优化 嗯 嗯 我 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 我有点怀疑 这一点 他媒体具体说 这个Nan 就里面有没有就是 downscaling 这一部 因为我可能 他也有可能 啊 我觉得他可能会是 随机选取一些点 让他们差不多 另外这个Nav 和这个3D 这个是 他们两个的点 是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那幅图了 他们俩差不多 就是Nav点 是这个Safe点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可能 我也不确定 所以他也可能 并不会对 时间上影响很多 因为主要的影响时间 我觉得还是那个 Descript 嗯 那就是说 最后结果上上来看 那最后你从这样 就是 如果紧从这个表格上 结果上来看 你就没有必要去 去提提特征点 直接做个像下采样 再做IICCP 反而是比较快 而且快不一定快 但是差不多快的情况下 它的精确度会更高 嗯 是的 匹配成功率吧 这样对吧 嗯 是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 它那个边角点 那么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 那个在里面的点 底下的点 嗯 是的 就把它就滤掉了 这样其实是会影响它结果 医疗结果 对 嗯 其他人 好如果其他人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先结束它 嗯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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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